上节我们得知退化性膝关节炎影响三分之一的老年族群 对于这些患者这样的疾病又会造成哪些影响 依据健保的申报统计 台湾在民国97年的时候 因为退化性膝关节炎的而去就医的病人就高达了52万8千人 总共就花了80亿元的医疗费用 其中用在致患人工膝关节的手术的费用就高达了20亿元多 退化性膝关节炎除了造成很高的医疗费用以外呢 他伴随而来的慢性的疼痛会影响到你的工作效率 让你的睡眠品质不佳 让你容易生气 而且也会让你的日常生活的活动受到限制 那长期下来的话呢 就会很容易造成一个人的自尊心下降 社交的隔离和依赖 那这个疾病呢 就是老年人疼痛 忧郁跟住进去机构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目前机构中里面的老人 有一半以上都是因为退化性的膝关节炎的疼痛 所以造成他们行动的不方便 得到效果 要效率 由薄价8斤 有傻ところ 哇 这个要八斤 哇 这么多 哦 你是在做 你是在做 我说 翻译 吃得覓 我说 这个一下 仁二十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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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二十分之一 仁二十分一点 仁二十分一 仁二十分一点 我們才知道 怎麼回事 大家好,老師好 這些大姐也都好 我當時是仙平村 我們嘉義山就是一鄉仙平村 我是酒菜粉 跟我們仙平村 正說每個禮拜六都來到這裡 我們社區辦一個活動 來這裡逗三天 我是要說我過去 是腳怎麼痛 這次不會走 走到腳紅口都會外一邊 去陽明 去那邊破竹 一世紀看 說我這個配方 要去換腳紅口 我的腳已經痛到實在 沒辦法好走路 頭上是抓一支鍋 我也是抓四腳椅子 一天我也是抓四腳椅子 那個人家在家裏面破竹 有一個醫生 算是那個復活人 那我就下去了 他要下車也要不走 走四腳去 一禮拜去一次 我去十二禮拜 我們要花多少錢 你去哪裡? 刀籃 這樣花不到錢 你去外面開刀 只要去外面開刀 只要去外面開刀 就是我們的身體 太多 五大金 表現也不太多錢 醫生是怎麼自己 自己? 他就去外面開刀 那些人說 他們說 我不會痛 也比生氣 沒那麼難處理 這幾個都... 牆頭都懷疑 你有想說 怎麼才會 他們去哪裡? 年輕人是怎麼做 你是說 我剛才去外面開刀 沒有打刀 幾百斤這樣打刀 人家說有說 大家都說有說 那是一隻小斤 剛才有打刀一刀 幾百斤這樣打 所以應該年輕人 沒過頭 很麻煩 那雙方便那人都愛 Ts� 八斤,如果穿的 久我們不會 都說要有 要大疏 擠áis agrad大疏 哪裡 Adventure 那你八斤 她去哪裡? 你去哪裡? 八斤 我就在旁邊吃 過來吃 八斤 八斤 這樣嗎? 對啊,我們當時說 也沒有兄弟、也沒有董事 你藏起不住 年輕人生做 也做慣了 做慣了,這樣 很辛苦 我就... 我慢慢告訴我,你們今天 對我的友好,我就很感恩 應該會辛苦,我們都幫上去 我們應該現場沒問題 我們的事實不可以像我們這樣 哦,要穿很快 對啊,要穿很快 第一題 推滑性膝關節炎除了造成很高的醫療費用以外 也會使睡眠品質不佳 及日常活動受到限制 對,還是錯 第二題 推滑性膝關節炎不是老人疼痛、憂鬱 及入住機構的最主要原因 對,還是錯 我互相見做得很好